Inscape 向量绘图 小企鹅的绘制 打开Inscape 向量绘图 将画面开到最大点选源的工具画园 再字一个 第二个色块的色彩填充 改为放射渐层 外层颜色不透明度100% 我们增加一点模糊度 中心颜色选为白色 将放射渐层的中心点往下拉 做好了这个色块 将它放到刚才的底色上 这样子这个圆就会有立体感了 接着我们要来画眼睛 选取圆的工具 色彩为白色 放到适当位置 调整旋转角度 画眼睛内部眨眼的眉月 选取圆的工具 画一个椭圆形 再字一个 第二个将它换成咖啡色 将这两个色块一起选取 上去路径工具 选取剪去 这样眉月形的眨眼就完成了 第二个眼睛完成后 一起放到脸部的适当位置 接着我们要绘制小企鹅的嘴巴 色彩填充 选择放射渐层 外层颜色不透明度百分之百 中心颜色为白色 上去路径工具 点选物件转成路径 产生节点后 选取黄色色块下半段的节点 再上去左上角 点选增加节点 先去这两个节点后 上去点选将节点平满化的功能 调整节点的位置 嘴巴的形状便会完成 将画好的眉月形微笑 放到黄色嘴巴上 再将两者一起选取 点选群组工具 这样企鹅的嘴巴便完成了 接着我们要做脸部的反光亮点 选取长方形工具 绘制一个长方形 再上列路径工具 点选物件转成路径 选取节点 在左上角 点选增加节点 选取中间两个节点 点选将节点平满化的功能 将节点往外拉 便会产生扭动状的图形 放置到脸上 点选白色 增加色块的模糊度 调整到适当位置 再制一个 放到脸部左下角 接着我们要画围巾 绘制两个圆 第二个圆 点选蓝色 重叠在第一个圆的上面 选取这两个圆 点选路径工具中的 减去 再制一个 将第二个缩小 点选模糊 色彩选取白色 再放到刚才的粉红色上面 再制一个 将第二个组合色块 点选解散群组 将中间的白色反光往下拉 点选绿色 将物件转成路径 拉动节点 绿色模糊的色块 放到适当位置 点选白色 群组后调整大小和位置 接下来要做围巾锤下来的部分 点选路径工具下的 物件转成路径 选取前面节点 点选上方 将节点坚角化的功能 拉动节点 色块后面增加节点 拉动节点 调整平衡感 这样便完成了下垂部分的 第一个色块 再制一个 调整模糊度 绘制小企鹅的肚子 将第二个圆色彩调蛋 增加模糊度 第三个圆缩小改为白色 绘制器额的手 绘制器额的脚 点选路径工具下的 物件转成路径 选取色块左半段 点选增加节点 拉动节点 调整平衡感 第二个色块 点选放射键层 移动键层中心点 调整模糊度 接下来要在气额的肚子 放入叶片 上方工具列中的档案 点选汇入 选择内签 确定 最后是文字 点选左边A的文字工具 输入U 第一个U 色彩填充改为5 调整 边框宽度 改变第二个U的色彩 放置到第一个U的内部 文字完成后 放到适当位置 小企鹅便完成了 小企鹅便完成了 谢谢大家